好,歡迎大家來我們的網路治理說野獅議程 那我們這個Track從最前面到就是今天一整天 然後從早到晚那有各種不同的議題 那歡迎大家就是可以 大家可以自由就是在每一個Track結束都可以自由進出 那因為這次的Ghost Club每一個Track之間都沒有對齊 所以在我們議程結束就是每一個Session結束之後都可以自由進出 我們第一個議程是多方利害關係的模式解決文物治理議題 是機會一團站,歡迎評審 各位大家好,今天這個議題其實是蠻蠻大而且蠻複雜的一個議題 那那個也是利用在Ghost Club跟大家分享 可是就是說那個議題蠻大的齁 所以也是拋出一些想法 跟大家討論一下然後看看 其實可能未來不管都會做什麼行業 大概都會碰到這個有很多議題 然後怎麼樣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今天我想那個 因為這個題目 對不起 空音盒就是那個 沒有亮度那個 沒有亮度的 OKOK 因為那個 我這個題目是多方利害關係的嘛 多方利害關係的 解決網路治理議題的機會 多方利害關係嘛 所以那個多方利害關係 多方利害關係 多方啊 關係也要多方對不對 到底多多方 三方五方四方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然後另外就是說 網路治理的議題 怎麼樣子 利用多方利害關係的方式來看 所以那個 在這個之前我先看一下 其實這個是8月8號的 那個 我們今天下午 今天早上那個唐鳳正偉是 剛剛被領選為這個 全世界一百大的 這個OPENGAP 就是數位政府 Dicto-Galwan的這個 最影響力的人物 其實不是一百大 其實他是前二十大 所以這個是非常不容易的 而且是Dicto-Galwan 數位政府 那我為什麼講這個 因為等一下有些東西跟他 有些關係 所以我首先提一下這個 那我今天在報告的 呃 內容大概有報告Dicto-Galwan的關係 這個 我簡稱MSM Malistate Holder的Model 這個多方利害關係模式 開始 然後有些網路治理 然後另外就是有些案例 那怎麼樣子 怎麼樣子進行這個MSM 會比較有效 然後有些挑戰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那因為這個Malistate Holder 所以那個 所以這個Stakeholder 我們大概了解 就是利害關係 其實這個概念滿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利害關係 利害關係 可是這個瑞虎斯今天第一次講 其實這個Stakeholder 老早就 就 比如你們都會去考PMP啊 考那個什麼專案管理 就有講到的時候 有專商講那個Stakeholder Management Stakeholder 利害關係的管理 可是就是說這個利害關係 其實是 就是說有直接或間接興趣或利益的個人 或團體的主義 有直接又間接興趣又利益 就對一件事情裡面有直接又間接利益 相關的就對了 那一般來講 我們比較 比較會 比較少說去做一個比較有系統性的思考說 哪些是利害關係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 你要首先去思考說這個 時間又間接 興趣或有利益的這個個人或團體 或組織 對利害關係的 那多方利害關係的 這個多方利害關係的 一個治理模式跟所 把這些關係 混在一起對不對 聚在一起啊 那聚在一起之後 對共同的問題的目標 對共同的問題的目標 參與對話 決策 或者是去 去你們一些解決上面就對了 然後可以把問題解決 所以其實這個 concept很簡單啊 可是 過去一段時間來 其實大家對這個 有時候 有時候各說各話 你要參與對話 就各說各話 然後就會吵架 然後就會有很多的這個過程 就沒有辦法達到 預期的目標 對不對 可是這個結構 這個MSN這個結構 這個Modistic Hall這個結構 就是如果說 參與問題的所有 參與者 能夠提供主播的投入啊 能夠提供主播的投入啊 如果能夠提供投入 然後最終的這個共識決定 能夠扣得更多的活化性 可以產生更好的結果就對了 所以這個concept 其實是蠻簡單的一個概念 不過我要一直提醒就是說 這個Modistic Hall 因為最近大家講的 多方利害關係的 但是其實 其實就 過去就已經有非常多的這個案例 可是最近 各位看過這個ABMD嗎 這幾天的報紙特別 特別 特別在超多事情 ABMD 哇 這個報紙很多啊 就是 就是 這報紙很多啊 然後 然後要 要什麼 定環網 要 要鎖IP 什麼之類的 比如說這個 就是說 要 要 要修這個官方條例 然後 要把這個 規法的這個 入租房的網站 要把它 從網站移屬 然後如果說沒有移屬的話 要被深入切換網公IP 像這個issue的話 我覺得這是一個 安琴的這個網路 就是說安琴的網路 這裡議題 安琴的網路這裡議題 然後那個 你看喔 你看喔 這個 我是要不要講說 這個議題的精神是什麼 就是說 比如說 像 安琴也有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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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就說 它在全世界很多國家 都已經跟政府合作 對不對 然後建立法規稅務 他們也都願意找稅嘛 也願意做法規嘛 對不對 然後到 兼顧在地需求的 旅宿法規 然後擁抱多元體驗室的 旅遊業的這個 健康化的這個發展 這個B&B它其實也是喜歡這樣 對不對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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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會變得像這樣嘛 對不對 然後那個 大家就在講就是說 比如說 你如果說要把這個 旋盤安琴遞進去的話 那交通部可能就是要 像中國引進網路場的技術 對不對 類似像這樣 就是說 你一個法規到底做不到 還做不到 你像這樣做到還做不到 對不對 然後具體上可不可行 然後我就說這個 這個 有沒有經過一個過程 或怎麼樣 我昨天有跟 有跟 一個 就是那個 台灣的辦公室 我們討論 其實這個AIP 不是今天才這樣 不是這幾天才吵 AIP去年 已經 已經討論過了 在行政院 已經討論過了 可是喔 因為它現在目前執行的是 就是觀光局啦 執行的是觀光局 所以那個 看到人家說這個 有人都因為沒有下達到 這個觀光局去 所以觀光局要討論的時候 就 就又把以前 都討論過的東西 principal把它刷出來就對了 所以那個 我現在目前要講的東西就是說 這個 相關的案子裡面 隨時利害關係 隨時利害關係 還有 我們在討論很多事情的時候 從這個組裝AIP 就有一些技術設定 你做得到做不到 你做得到做不到 然後做了之後會怎麼樣 然後另外就是說 有些過敏團結參與 所以那個利害關係其實是 我們在聯合國的 這個 一般的討論裡面 把利害關係不能幾類 這個是標準的風華 五大類是標準的風華 第一類是政府單位 政府單位 非常powerful的 政府單位 第二類是 民間社群 COS 財產品 現在聲明很大對不對 然後技術社群 聲明都很小 不太容易講話 像那個 像今天這個 這個廠子 是技術社群的廠子對不對 願意把 把那個 在Urban這邊 他們願意把這個 網路治理跟 跟思維語師提出來這樣的討論 我覺得是一個 蠻棒的一個 一個 dialogue 一個構築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 一般技術社群 比較在 法律 在高人的法律 裡面參與比較少 或者是 不可以講 那 學術機構當然是 很多啦 學術機構 另外就是這個 我說這個民間企業 這個 國民團體 這個是 是 就是希望實在 分成這五類 可能這五類 可能這五類還是太粗 比如說 你如果說像 AMP這個例子來講 你把它換成這樣的 像政府 合法官方業者 合法民術業者 網路平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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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消費者代表 消費者代表 還有很多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 然後那個 有很多聲音不見 然後那個 新人旅社這些 這些 這些生意也不見 就黃東什麼 這些也不見 所以其實那個 其實那個 其實那個 這個 NCC的那個詹秉儀詹主委 他講 他最近在臉書上 有一段話 我覺得這段話講得真好 我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就說 他就說 因為 因為網路這裡的東西都是 網路這裡的東西都是 新的東西 創新出來的東西 所以他都有一個特性 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說他是 比較是破壞是創新 他是比較是破壞是創新 所以他出來之後 他會 他會影響到很多 現有的業者 所以這個 然後他說 他說 你這個政策治癒者 如果沒有對未來有想像力的話 然後 這個覺知 這個覺知 數位轉型的實質意義的話 以及掌握國際發展的脈動 才有可能有真正的法規調色 如果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concent的話 你在做法規調色的時候就會 就會 你可以說 你可以 大文你可以說 你就這樣做 可是 是不是對國家最好的方式 就是 不知道 所以那個 可是 這個也是最難的部分 就是說 你政策指定者 你必須要對不了一個想像對不對 對不了一個想像 然後 想像 可是過去沒生過 比如說比特幣現在 現在問題比特幣這麼熱對不對 比特幣一定會撞到牆 比特幣一定會在這個dialogue裡面 有非常多的衝撞 比特幣一定會 從交易所 從那個 以後跟智慧合約的 所有的 事法性 這些東西 這個一定會 所以 我就說 破壞是創新 網路治理中的網路的這個議題 都有這個特性 所以 你現在 你現在如果說 只是說 像我現在幾個月講 ABNB的看著 今年我們1月份的時候 我們交通部才通過一個華交 民宿管理辦法 今年1月多新啦 今年1月才通過 今年1月才通過 2018年1月才通過 101千元 可是他裡面 我這幾天去旅客一下 那個交通官 裡面講的東西全部講說 都是physical的東西 你那個 你那個 你那個要多大 然後你要消防 然後然後 都講說 可是他 他都沒有講到平台 網路平台 硬貌 要怎麼 他完全沒有講到這個部分 所以我就說 這個事情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就是說 網路治理中都有這個特性 這個特性 這個特性 就是你要會想 可是 又講不太清楚 創新嘛 又講不太清楚 然後就會引起很多的衝創 我覺得這個是蠻重要的一個概念 那 多方利害關鍵模式的概念就是 這個整個發展賣入裡面 其實老早就有 不是現在才有 因為 你去找所有的 比如說像什麼 全球氣候變遷啊 全球很多食物 食安的管理 完全都是用多方利害關鍵模式 比如你現在定主都是用這個模式 可是因為他有網路發展的本質 我這樣講就是說 這個多方利害關鍵模式裡面 要把這個網路創新發展的本質放進來 然後跟網路發展的這個脈絡連在一起 連在一起之後 你才能夠比較體會這個多方利害關鍵的精神 所以其實在2005年的時候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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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 就聯合國有一個 這個 資訊社會 社會高雲會議 這個統一式會議裡面 才把 才有 講這個多方利害關鍵模式在 網路治理的應用就對了 所以到聯合國從2005開始就 就有這個Internet Governance 全球網路治理論壇 採用多方利害關鍵模式作為討論我們治理公司 2006年開始 所以那個 這個脈絡大概是這樣子 那那個 可是他這個脈絡其實沒什麼 就是說 有一些歸納就是說 比較複雜而且影響面大的議題 透過多方利害關鍵模式去浮動協調 然後能夠造成制度面變革的過程 制度面變革的過程 所以那個 就是說你在看這個Money Store的過程的時候 你一定要有一個concept 就是你到底要什麼目的何在對不對 然後要impact什麼事情 做什麼impact這樣 然後那個 其實這個齁 我覺得對我們台灣來講不是陌生 只是互動不過 像台灣裡面現在有參與師醫生 有這個 有省醫師民主的這個We Taiwan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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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天還在跟那個 林宇昌還有跟李温在聊這個 然後現在 其實這邊有這個Cinema會調式的平台對不對 這個參與平台 還有我們 我等一下講iCAN 跟APINIC還有APIGF跟TLIGF的這些 然後企業裡面也有很多厲害關鍵的概念 所以我現在講就是說這個是像這個Join Join平台 這個Join平台是我們唐聖偉的這個 唐厚的這個 其實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平台 而且有多少案例在 就是你有一些公共政策 你可以在這裏表達提點 然後就等於是有 看看能不能跟行政單位的作為能不能連在一起 這個概念其實是蠻重要的 然後那個他講了幾個原則 就是剛剛講那個是open government 就是開放政府的一個想法 所以他講了幾個原則 這幾個原則 我每天都把這幾個拿出來看 然後會背 會背 Transparency 就是你在process 在那個open policy process 就是在政治流程過程裡面 你要transparen 要transparen 要transparen當然是 等一下後面還會有transparen 然後participation 要有participation 可是participation不過 怎麼辦 然後要contability 就是說你 你要 比如說你現在要誰負責任 在這個過程裡面誰負責任 誰要做決策 誰要做決策 或者是誰要到最後的這個outcome 誰要負責任 然後inclusive 最inclusive是 這個其實 我覺得這兩個其實有點相關 這個是糖尾把它加出來 所以這個其實participation 就是說 就是說可能有更多人要參與 你要的機制 不要給更多人參與 所以可能有些方法 所以糖尾在這個開放政策裡面 就有些 現在目前在推開放政策 聯絡了些 在政策內部推動 然後那個 怎麼樣快速回應民眾的一些要求 然後這個機制 這個機制現在目前在運作中 對不對 這個就是這個政策平台運作中 所以這我覺得是蠻不錯的概念 然後第二個 另外一個是參與私預算 我覺得這蠻成功的 參與私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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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我們現在目前 喜歡在台北市政府 可能有些人很關心 有些人不關心 在台北市政府 是這麼被預算 每個禮 每個禮自己可以提預算 就對了 提自己 我要參與 我要參與跟預算 所以我要把私預算提出來 把把私預算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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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概念是非常好的概念 所以那個 台灣其實過去幾年 推這個參與私預算 其實算是 下面我說 有些叫台北市 每個縣間都在推這個 參與私預算 所以它的奪體是把私預算 所以它的奪體是把私預算 每個禮 然後可以 一定的需求 編預算 所以它有 有說明會 有 有這個住民大會 有審議工作法 有公開展覽 然後有iVoting 這些 它有一個程序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也是一個 滿棒的一個過程 所以那個像台北市政府 做得不錯 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跟 台中高雄 每個桃園都在做這個參與私預算的推動 所以那個 每個禮啊 每個禮提多少按這樣 每個禮提多少按這樣 所以這個 這過程我是覺得 當然那個有些 有些研討上有講一些缺點 他比如說 預算被 被人綁架了 然後那個 真的沒有 使用參與的目的 然後被政治綁架之類 類像這樣 那個是另外一個 不過就是說有這個制度 另外就是這個 這個像資料公司也有利害關係的管理 這個concept是這樣 所以 像台積電最近 最近 最近這個 被那個 病毒入侵 或怎麼樣 像這個議題 大家都會這樣關心 我現在只是在講就是這樣 所以那個 所以那個 回來看一下 多放利害關係模式的 適用情境 有幾個適用情境 我覺得是滿 可以想的東西就是說 要不同領域 的個人或組織共同參與 分享想法 或是制定具有共識的政策 具有共識的政策 所以那個 所以 尤其是適合在 就是說對影響力比較 範圍比較大 而且利益產生影響 有些人就是分範圍比較大 包括 包括像跨部門 跨 國家 跨邊界 或者是需要不同形式的專業知識 的時候 或者是你的決策 合法性跟接受 成分對實施 直接要先進去 就是說 有些使用其實並不是每一個地方都適用這個 每一個地方都適用這個 每一個地方都適用這個 方式 可是 可是 有不同領域 所以 我後面領域講 就是說 像 網路治理會議在開的時候 他就非常強調說 比如說我們現在都會做四個人 都一定要來做不同領域的 做四個人 要來做不同領域的 然後 然後 那個 要有這樣的 想法分享 那個 可是 網路治理 我現在接下來第二段講網路治理 網路治理基本上來講其實是 其實是跟剛剛那個concept很像 只是他的情境放在網路自己的範圍裡面 就是他的情境 他的脈絡情境是網路相關的issue 對不對 網路治理相關的issue 所以那個 這個網路治理其實治理不是一套規則 而是一個過程 一個process 而且是一種協調的過程 所以不只是涉及工部員 還有包括私人部員 然後就是一個持續的process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 網路治理的概念 不過如果說要講到網路治理的話 其實是 其實是最早就是 我跟各位講一下這個脈絡 Internet到現在已經 商業化 其實商業化到1995年商業化 1995年左右商業化 1995年左右商業化 到現在 大概 三十幾年 如果第一個Internet誕生的話 到現在大概已經50年了 快50年了 所以這個 可是 可是 Internet過去是怎麼管理的 Internet過去是怎麼管理的 比如像我們 你要講到一個iCAN 這個全球的這個 Internet的管理組織 iCAN 他是在1998年成立 然後可是那個時候是 美國NTI 就是美國的這個 NTI 就是美國商務底下一個NTI 給他一個合約 然後叫他管理的東西 就是這樣 安格在美國商務底下 可是 可是後來在 2012年的時候 美國NTI 真正把這個管理權 移交給iCAN 所以現在目前這個iCAN 跟Internet管理組織完全是民間的組織 跟這麼沒有關係 這個是全世界現在很多人在討論 就是說 為什麼一個民間的一個 純民間的組織 可以管理Internet很重要的一些資源 其實目前都很多管理人 我上個禮拜在交代 有一個博生的選擇 講這個議題 就是說 這個Internet為什麼會是 為什麼會是一路走來 然後走到這裡的時候 會把這個管理權交給這個 存民間的組織這樣子 美國把這個東西放手 當然這個脈絡本身有非常多的歷史故事 可是那個 可是那個 在2006年的時候 第一屆的這個iCAN 會產生 就是說裡面有很多議題 因為這個 這個在聯合國底下 這個是在 原來在美國商務部底下 現在目前完全是 所以 全球的這個事件裡面 就是把iCAN 本來iCAN 要放在聯合國下面 美國不同意 所以 交易之後 那個時候的聯合國 去搞了一個這個 網路自己論壇 然後就在那裡討論 討論完之後 有很多決議 iCAN他還是 就給iCAN做參考這樣的概念 所以後來就 所以這個過程 我等一下後面大概會講 不過我現在目前講這個 網路運作的過程裡面 你們如果對網路有概念的話 其實 要對網路整體有所掌握的話 其實要對這個 網路運作的邏輯 我先給你了解一下 比如像基礎設施對不對 像個邏輯 這個 logical layer 就是 Internet的這個 protocol TCP IP 然後下面這邊是 E3N 跟這個 這個 這個physical layer 或者是像 有些fileware 然後這邊是 Internet IP 然後這個是 transport layer 然後後面是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那我們現在目前在討論很多網路議題的時候 都把三個東西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 比如說NCE NCE就說NCE管這個 跟管這個 這個他都管 可是我們有時候常會把很多東西丟給NCE去管 或者是丟給誰去管這樣子 比如說制裁權 網路內容的部分 內容審查這些 網路隱私這些 可是這個其實在網路自己論壇裡面 都在全世界裡面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討論 所以這個概念先有之後 你大概就知道比較佛卡說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講說 在AI面裡面組成IP 組成這一層 你最好 你最好把那個server整個都是把它關掉 你IP也不用手 就把server關掉 把futical layer 或者把一些fiber把它拔掉 或者是 手IP 或者是 不是手IP 是 application layer把它打掉 或者怎麼樣 把一些網頁儀儲 對不對 把一些網頁儀儲 可能是這個layer 不同layer做了不同的事情 所以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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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要先有 可是那個整個internet過程裡面 它很像現在目前的這個 我們這個community open source community 然後現在blockchain 開始萌芽了 技術的脈絡非常濛勃發展 技術的脈絡非常濛勃發展 然後那個有很多commercial的 有興趣進來 然後那個commercial當然有些商業動機 或者是做這些coin的交換 交易所之類的就進來 炒作對不對 可是最早其實核心是技術啊 比特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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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blockchain 整是一個技術 對不對 internet最早 整是一個技術 所以技術有很多標準 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ITF ITF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所以他們定標準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開放的 非常開放 我剛剛講說 網路治理的模式 為什麼會 我等一下講說 為什麼會現在轉成民間組織去管 主要是這個internet的脈絡 從我剛剛講50年 最早50年到現在 這個脈絡 這個脈絡裡面 然後開放標準的程序裡面 做技術的討論 然後有取得共識 共識 不投票 不投票 然後 可是要英國水裡 你的手無形是可行的 他們就叫做 We believe in rough consensus and running call 就是說 這個是可行的就對了 你的call是可行的 你的solution是可行的 不然你講他半天 也沒用啊對不對 那你手無形是可行的 Lonely call 不然你的call 你要電話說 你的call是可行的 所以那個 就有非常多的這個 這個 Internet原創的精神 8天到來這個原創的精神在裡面 所以有應該很多 剛剛叫Roth consensus Roth consensus 所以這個Roth consensus 我覺得是蠻重要的概念 我這邊特別提醒一下 就是說 尤其是 技術社群跟 我們從技術社群 要慢慢解決 管路政議題的時候 這個Roth consensus 概念是這樣 就是說 你致力讓所有參與者 同意我們做出的決策 致力讓所有參與者同意 可是 儘管允許一些差異 有些差異沒有關係 可是你要瞭解那些差異的原因 根因 你要去瞭解那些差異 然後並實際讓工程產品 甚多理論設計 所以這個是Roth consensus 這是一般來講 後面我也會講 因為可能時間不夠 不過後面我會講 就是說 因為Roth consensus 概念 你如果一投票之後 比如像我們兩台會一投票之後 一投票之後 馬上分兩邊對不對 贊成不贊成 馬上就 就Divide 你一投票馬上就Divide了 你一投票不要一投票 然後這樣就各受個人 就會有個環境 我常常在開玩笑 就是我們的經驗裡面 就是說 你不到最後關的不投票 不到最後關的不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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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Gate consensus Gate consensus Best solution 就是Best way to get solution 這個是 這個概念是非常重要 然後那個 所以他們就想說 解決少數正義的可能方法 就是說 你要少數意見需要被提出 就少數意見要被提出 跟討論 私入討論 少數意見要被討論 要被私入討論 這概念是很重要 而不是只是數人數 而不是只是數人數 然後建議共識 是取得最好技術 決策一個方法 共識 所以傳統競賽式的投票方法 經過妥協式的 忽略少數意見 通常不會有好的技術 產出結果 即使不是說技術產出結果 其實也是 我覺得這個是 滿重要的一個概念 跟大家分享 然後那個 我現在講 因為其實我的投票票還很多 所以實際上看起來是 是不過 不過這時候我把後面的重點 講一下 這個ICAN 因為ICAN管的東西 一個是管 管IP位置 管 管什麼樣東西 ICAN是把什麼 Dominium IP有做什麼 然後 Poloc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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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些參數 通訊協定的參數 比如說 這個 這個 很多的這個 反正就是 Internet Running code 在用的需要一些參數 需要共通性的參數 ICAN其實滿重要的 可是 可是ICAN因為 因為 因為掌握了關鍵資源 所以那個 有些什麼網路 你都要找ICAN 找ICAN 玩得要死 我就管 Dominium跟IP 跟Polocor 其他人不來找我 對不對 他也是 他也是 翻得要死 結果就是 然後就是 其他問題 裡面要吵 就到聯合國去吵 就到IGM去吵 對不對 到IGM去吵 然後他們就在外面吵著 吵了半天 聯合國 聯合國 所以就像那個 有中國 中國就去吵 中國就去吵 就說 你最好把ICAN 都歸到聯合國來了 跟ITU一樣 歸到聯合國來這樣子 所以那個 他們就提出一個 這個 不用MultiStateholder 是用MultiLator 多邊 這個Lator 是用國家之間的 就是每個國家 代表參與 代表參與 類像這種模式 可是 他們曾經這樣子 可是 美國很強勢 所以 這個 這個計量 一直沒有成功 這個計量 一直沒有成功 然後就 美國就 一不做二不做 那乾脆的 我美國也不要管了 我就把它丟給這個ICAN去管 剛剛講過 這個來龍去賣 所以在 在 2014年的時候 有在有一個 H2會議裡面 他們就是有 發動一個 網路管理應該公開 在多方參與的聲明 這個聲明 中、二、印 都沒有簽 都沒有簽 所以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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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聲明就是 這個七點公共原則 這個公共原則就是 普述原則 對不對 比如說 Internet你要 你要 尊重聯權 要什麼 然後 然後 廣告安全要穩定 要彈簽 然後要開放分盛 然後要 建立永續創新 就這個都是普世原則 所以那個 這個其實跟最近的 中美貿易戰有一些 賣或什麼的關係 可是那個 可是因為一邊是 講Malaxy Holder 還建議這邊講Malaxy Holder 然後 另外一邊就講這個 Malaxy 就是多國模式 現在在兩邊角度 這個我就 我就不講 不過相關的Stakeholder 蠻多的 就是像跨政府組織 就是國際上的跨證組織 還有政務部員 當然是參與跨證組織 像IT Y4這些東西 WTO 還有另外就是網路社群 像iCAN 這些 另外就是 各的 公民團體 還有Individual User 網路社群跟技術社群跟 Ecademia 這些 所以這個等於是 的脈絡大概是這樣 然後那個 這個我就 我就不講 就做網路議題 有些研究探討 我就不講 所以其實 可是網路議題其實是 有 有非常大的範圍 我這邊 其實這個是一個 現在比較公認的 七大類 一二三四五六七 然後總共有四十個議題 在這個裡面 所以 可是這個 下不可能會再改 所以這個範圍非常大 不是技術本身 不是技術本身 比如講虛擬OB 他不是講技術本身 他就講這個 issue 就是說這個東西 要隱身什麼issue issue 會成什麼issue 這個 電子商務 付稅 會產生什麼issue 對不對 然後那個 現在最多的這個 隱私跟這個保護 要會什麼issue 然後怎麼 怎麼去 有些policy上 怎麼去inforce 所以那個 有三個原則 是 是比較 在 一般他們在講 IGL裡面講的 就我剛剛講的原則裡面 有三個原則 是反共一個事 參與原則 運作 就整個過程 這跟討論的很像對不對 然後決策原則 就是你要有共識為基礎 所解釋的原則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賣路 那我現在目前因為 因為東西蠻多的 所以我就 I can I can 我就不講 I can 各位如果說 我這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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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要講一下就是說 因為I can 現在目前轉型成為 這個民間的組織之後 可是你怎麼對自己負責任對不對 你怎麼自己 save accountability 所以就有非常多的 這個 這個 working group 在去 有很多設計 包括你要怎麼透明 你要怎麼多元化 你要怎麼 社群 要參與什麼流程 通過要有 明確的 這個 rule 你要設監察員 你要 你很多的這個 constitivity 要 accountability 員工要 accountability 然後有 沒有 明確開啟社會 要做 preliminary 這個 dialogue 這個 非常地 複雜 而且完成的一個過程 不過我要特別提 我要特別講的一個概念就是 policity-driven process 我特別提這個概念 我們台灣不會做這個 policity-driven process 就是說 有一個議題 有一個議題 發生之後 說我怎麼 我怎麼去議題 這個中間的過程 我們不會 我們不太會做這個 所以一個 比較結構化 或者比較organized的一個 一個過程 我現在學了幾個例子 比如說 你去美國 有些大學看 每一個大學的網站 裡面一定有一個 他的policity-driven process 我們台灣沒有一個大學 講說 他效應的policity-driven process 怎麼做 沒有 那你去看 我覺得現在目前 唐宏 唐宏 嘗試在做這個policity-driven process 他訂了很多的規則 可是這個policity-driven process 是不是有很多stakeholder一起討論 這個policity-driven process 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所以 我這邊是 後面這邊本來是有一個 因為他這個 光在identify 這個issue issue report 這個議題要define清楚 要report define清楚 到底什麼問題 化學都不清楚 然後解決什麼問題 然後 然後 你for working group 然後變成 有一個working group report 然後幾次重新意見 然後有些rules chart rule 這個過程 我們不太會 就這個過程 我們平常不太會 包括比如說 像Costco 有些rules 對不對 process 我們不太會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要思考 而且要想的 你真正要把一個東西 非常organized 做這個東西的時候 這個policity-driven process 非常重要 然後那個 APNIC 有policity-driven process APNIC policity-driven 像那個 只是怎麼樣 發IP的 policity-driven 怎麼方法發IP 我們內容好像沒有 policity-driven process 類似一下這個 我說這個 這個概念是滿重要的概念 然後那個 我現在講IGF 就是說 聯合國的IGF裡面 有一個 也是比較鬆垮垮的東西 不過就是 有一個叫做 multi-stakeholder steering group 就是他們婚姻裡面 有沒關係說 就是確保說 我今天沒有辦這個東西的時候 是multi-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所以 而且 而且 這個內部機 我們 一直跑拿去 一直在後面 他等一下會講 這個 另外就是 在之前有這個 poor event 還有new converse section 這個都滿重要的 這個就是那個做 capacity-building 就是說 我對你這東西搞不清楚 所以我來的時候 我聽不懂 然後之前有一個 free workshop 或者什麼 類似像這個 orientation之類的東西 所以那個 討論的議題非常多 我這邊的關係 因為 這個是映主的 這個是映主整理的 就是討論的議題 這個議題其實是 多現在目前非常夯的一個議題 然後 然後他們這邊有一個叫 empowering community 這個字滿重要的 empowering 這個後面 就是說 你怎麼樣給 給幫你生活的 都有 多有一些 知識來參與 討論 然後能夠有 那我們現在目前 我們現在替了IGF 我現在在AP輸出 就替了IGF 然後我們也辦 use IGF 然後現在我們這個 M M M 你寫錯 M M 29個人 我們還有更多人要參加 如果有 如果有 沒有參加 可是 正辦這個活動的時候 有一些這個提案 或什麼之類的 就 就把這個提案 什麼 醫生的安排都交給 IA官員去主導 這個議題 就 我現在目前要跟 主要講一下 就是說這個 怎麼樣子是一個 成功的治療團隊 其實在 Riffin這個 paper 你們如果有需要 這個 paper 是 15年前的時候 這2015啦 大概在三四年前的時候 他 Riffin這個 paper 我有跟他討論過這個 paper 他有很多意思 衍生於這個 paper 然後這個 paper 裡面講的東西其實是 就是 有效的成功治療團隊 成功的治療團隊 然後有個團隊招起來 他就現在辦你這個人 剛才一個人過 所以要很多人 很多人這樣做 然後就是說 有一個process這樣 這樣 所以那個 阿大王政婆神裡面 有幾個關係很重要 就是 包容 透明 包容 含容 包容 透明 這是台灣 透明 透明 看得比例比 對不對 可是那個 最後兩個 最後兩個 就比較 最後兩個 這兩個東西比較 台灣比較沒有考到 一個是正當性 一個是有效性 有效性 有效性就是 impact 有效性 這個有效性 正當性 正當性就等於說 你要有透明跟有一個程序 然後有一個什麼方式可以取得這個 合法性或正當性的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 這可以做參考 你看 那這幾個東西 我就 我就不想看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先跟你們講一下 就是說這個 MSM 可能過程裡面 碰到最大的挑戰 是這個 合法性不足 對話不足 對話不足 然後被強大力的關鍵做服務 對不對 就想要對這個 調理要關鍵的服務 調理要關鍵的服務 所以這個 然後挑戰器的理者 這個挑戰器的理者 都會挑戰 都要挑戰器的理者 而且這是一個很大的任務 然後就是缺乏 這個piting process 不理缺 不完整 然後有效性 就說我做了 可是我不再看 理解力 不再看真正的impact 就是 對話 可以這樣 所以那個 參與式預算裡面 有一些經驗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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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標萬次的參與式預算 標萬次的參與式預算 然後那個 跟行政革新脫波 對不對 類像這樣概念 這個都會 都會 這過程裡面都有這些問題 然後台灣在推的時候 台灣現在目前就等於是 博士百分之三調 就是 讓事件保持 運作狀態不強的改變現狀 然後從現在的 從現在的 從現在的 創新的 社會創新的議題切入 這個新的東西 不會影響到北的 從這角度切入 所以這個是 這是一個問題 另外就是說 舊員平台 現在目前有 有 有五千人 連署就 廠岸人的 像這些東西 這個是 這個是 現在看起來是不錯 不過總是有些人 不過我這邊 最後我要特意提出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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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況就是說現在目前 因為我們 面臨到大的問題 都是跟大公司有關 比如像 Facebook 像 像 像 Netflix 像 所以 所以 像 我們 我們在 TLIG開會的時候 LINE FBA 都來 都對話 然後 我討論了 蠻多的 可是 討論完之後 後面就 沒有跟 對不對 所以那個 NCC現在目前跟 像Netflix 有這種助力活動 大公司其實他們 有他們的利益在 可是他們願意來討論 這是一個很棒的事情 可是我們現在目前跟 網路科技公司對話 嚴重不足 孤動機制不明確 輪迴 關收表明對話 然後 新人不足 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 蠻麻煩的部分 那我 我後面有一些建議 第一個是 這個父權 Impowering Community 這個是 這個 就是給 多方立業關係人 更多的能力 更多的權利 然後我們在辦 YIGF 也在培訓一些人才 那另外就是說 我所知道 那個清明台也在 清明台 也在做一些這個 省醫師 省醫民主的人在培訓 清明台 還有 還有 這個 國安會 國安會的電子指引中心 也在做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什麼 電子治理策略管理培訓 這個 這幾個都滿好的 然後 唐厚 就我剛剛講說 唐厚其實也是 這個是 這個是 前天 有個社會創新集中方法 裡面有講到 這個 要因應 化貿物主 創新的 這個 這個部分也是 很大的 因為它有一些資源 所以是很大能量 所以 然後 其實 我這邊有一篇 有一個文章 是叫做 多方立業關係 和國安關係 實踐自然 這個總共有200多頁 這個 叫做 叫做 How to design and facilitate Modish the whole technology 這個文章 如果各位有興趣 可以看一下 就是實作 實作 可以 我把它翻成中文 我把它翻成中文 有一個中文 可以做 可以做參考 這個是 然後那個 裡面有講到所有工具 像那個 在實作這個東西的時候 有很多主要工具 它這邊有講過60個 工具 然後那個工具本身 像唐宏先生目前有 Design Thinking的方式 用設計思維的方式 在做那個 人力培訓 這個我覺得 這個是蠻好的方式 然後最後我這邊 有幾個東西就是 就是 西波紫菜品 台灣的西波紫菜品 資源不足 然後需要引力學習 就是Festation Team 然後跟各個大企業建立新聞部門 我有一個夢想 就是說 如果說 我有一個想法 就是企業裡面 就是部會如果有一些 與企業專者部門 不是 就有類企業政策 專者聯絡人 在那個部會裡面 有這些其實跟 不是招商 也不是國會聯絡員 是跟企業專者部門的 對 然後能夠有更多 類堂宏 團隊 類堂宏 治理團隊 類 35人治理團隊 然後這個 Divide Process 還有網路治理人才跟 能力建構的重要性 好不好 我大概因為今天時間完結 我就先分享到這裡 還有兩次 已經結束 已經結束了十分鐘 我們現在先休息一分鐘 等一下下一位是一組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 謝謝民生 就是停在這邊 剛好就是這一頁可以拿來參考 那 像我今天也有看到 就是丹麥政府設定了一個 駐Facebook大使 是政府駐那些大企業的 對 駐Facebook 駐Google的一個大使職位 對 那他們是認為說 欸 一個政府對國家要合作 所以他會 舉派大使 那政府現在跟私人企業 也要合作 那是不是也應該要一個 專責的人在 負責這些溝通 負責兩方的聯繫上 對 所以說我們可以 就是好好做這個參考 那 那接下來一組 你要先 那大家休息五分鐘 我們 五十五分的時候 下一個議程 我會說 其實只有這個 有點緊張 我會說 然後 不是 叫吧 這一類我覺得 這個 我們一起來 就是 也要 在這裡 這裡 有一個 那麥 從 我們 我們 有一個